人在落难的时候,一定要记住暴声和服的这十句话,不管你今年是多大的年龄,哪怕你现在一无所有,只要你能够运用好这十句话,半年以后,你一定能够时来运转,东山再起,点赞收藏起来,时刻去领悟,让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运连连。 第一句,钱没了可以再挣,工作没了可以再找,朋友没了可以再交,爱情没了可以再聊,你生来就一无所有,何惧从头再来?水到绝境是瀑布,人到绝境是重生,半山腰总是很急的,你得努力去山顶看看,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有遗憾。 真正的强者,是夜深人静的时候,把心掏出来,自己缝缝补补,睡一觉起来,又是信心百倍,活着就该缝山开路,欲睡驾桥,睡前原谅一切,醒来便是重生。 第二句,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,即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早晚会毁掉一切,当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,必会沦为情绪的奴隶。 人偶尔都会遇到糟心的人和事,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表达,当情绪一次次来临之时,你只需要学会按下暂停键。 切记,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,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,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。 第三句,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落难者一样,急着告诉所有人你的不幸,你的经历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,成长本就是孤立无援的过程。 你要相信自己的人生,必将灿烂,一切由心造就。 一个人的人生,就是他的思维产物,所谓心不患,武不治。 第四句,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,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。 心灵的宽度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,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。 做人如山,望万物而容万物,做人似水,能进退而知进退。 看清不如看清,看透不如看淡,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修行贵在修行。 世事多变,唯有重新出发,向心而行,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纠结,不惊慌,不迷茫。 一切始于心,终于心。 第五句,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,要学会收回热情,并礼貌退场。 你可以躲在被窝里哭,也可以喝酒喝倒吐,但是你不可以拿起手机,发不该发的信息,打不该打的电话。 你要明白,你得不到的要适可而止,即使止损才是成熟的表现。 一扇不愿意开的门,一直敲是没有礼貌的。 第六句,你不会的东西,觉得难的东西,一定不要多,先搞明白后精湛,你就比别人优秀了。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舍得花力气去钻研,自动淘汰,所以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大便宜。 请相信相信的力量,选择一件事就坚持去做,低头赶路,不问前程,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,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吸引。 如果有一天,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,那你的梦想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。 第七句,三年入行,五年懂行,十年称王。 其实每个行业都是艰难的,宁愿十年做一件事,也不要一年做十件事。 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,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。 关键的不是速度,不是快慢,而是要找到属于你的节奏。 在此之前,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,熬得住就出众,熬不住就出局。 成功靠的不是豪言壮语,而是脚踏实地,持续不断地努力坚持。 第八句,大气大落后,你会发现,你帮过的人不一定会帮你,但帮过你的人,他还会在帮你。 你一命而食马,落难而食人,不经历一世,不懂得一致。 一个人是真心,是假意,不在嘴上,而在心上。 一份情势虚伪,是实际,不在平时,而在风雨。 第九句,欺负你的人,因你的软弱而来。 欣赏你的人,因你的自信而来。 不在乎你的人,因你的卑微而来。 爱你的人,因你的自爱而来。 你遇到的人,都是被你的能量吸引而来。 你是谁,便会遇到谁。 第十句,钱的背后是事,把事做到极致,钱自来,事的背后是人,把人做好了,是自然成。 人的背后是命,把生命的维度修好,自有好命,命的背后是道,有一颗助人的心,就是正道。 如果道圣和服这十句话,让你深有感触,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关注你的人,